这两位学手是什么来投出说这么松吗 我们今天来看上张梦和张玉雷的比赛 视频中蓝色衣服的算是张玉雷 他是前三种省队的 目前是湖南理工大学的校队 而张玉雷的队友是张梦 张梦他也是有专时队的一个训练经历 手局上呢张梦逃动得比较快 现在是7比4领先 张玉雷应该是刚退队不久 虽然他的这种经历中他应该是要比他很好一些 在广阵球上面张玉雷释放了一个狗手发球 以10比9率是拿到了第9的局点 张玉雷是以7比9率才拿到了第1局 上方一台血的双车都是以防守为主 然后抗血主动去变节奏变线路 这球张玉雷是正常传的一条直线 在上车之后张玉雷的方应该是要更快一些 双方的是劣势凡的接近 血斗没能够把比分拿到距离 随着对手一个回球下网张玉雷吸雨 把他拿起来到第2局 一个中路一个正手大响 张玉雷两个连续的防守进攻拿下到这1分 张玉雷两个连续的防守进攻拿下到这1分 张玉雷是一个想起手的斗粉 今天张玉雷大众成的情况是比较下风一点 张玉雷先是拿到了第3局9比5的领线 险 ie打았어요 随着那么一个抢攻实物张玉雷 身影CQ拿下到第3局9分 好 好 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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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章鱼脸还是从咱们的总路进行突破 多达了一些热体的变化出来 章鱼脸是以西比斯拿到了赛点 最后是章鱼脸就跟3比1弄下了章鸣